宿舍养猫日常 早上十点我的猫猫闹钟会来找我 到位的叫醒服务少不了贴贴 是的他会和我再睡一会 大家都好奇我关上帘子他怎么办 其实他自己可以打得开 十点半我真的不想下床 他会自己去吃早饭 妹妹吃完饭会回来找我 该说不说真的好重 下午三点我下来去买了 你自己不能下来了 不能下来了 辣椒精当然有油带了 猫猫拉屎定律 猫妈在吃饭一定要拉屎处性 这是我和妹妹自创的沟通方式 她听得懂我来叫她 她来了她来了她真的来了 快进不了一点她真的好可爱 晚上七点用心开的猫梁和她玩一下 果然大学生都是清澈于蠢 加百分之二百的信任 赶紧拿个真实上吧 刚才拿的时候拿掉了 妈妈都会骗我 晚上八点准备给妹妹刷牙 先贵路台一下 扒开嘴巴子 然后开始刷刷刷 做一个没有口臭的小猫咪 妹妹真的是我梦中情猫 右边的牙齿也不要忘记了哦 只要快宝宝会一直守护妈妈 小尾巴跳得好高 怎么洗个爪这么想妈妈 妹妹已经是很快的小猫了 但是一样会犯错的 家里还有一个箱子没 被教育时会呆在原地 家里还有一个完整的箱子没 只是骂她两句 晚上十一点关灯了 还是想找鱼一碗 她不会叫也不会拍帘子 发现姨姨没开门会安静离开 没过一会她就回来了 委屈巴巴的小脸 眉眉仔不敢看我 感觉到回来找妈妈呀 喝好了喝好了 准备睡觉了 乖乖的冷 乖儿